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您 2021年5月22号袁隆平逝世 从此春众秋收均与怀念有关 今天是袁隆平院士逝世三周年 1096天思念从未停止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不少市民自发来到元老墓前献花悼念 袁爷爷我们来看你了 我和他有一面之缘 在课本上在饭桌上在人间里 在他的梦乡里 稻穗比高粱还高 风轻轻吹过 他坐在稻穗下乘凉 他留给我们的故事值得一遍遍怀念 在袁隆平的童年记忆里 母亲曾牵着他穿过混乱的人流 满街都是鸡鸣腐肿的脸庞 记者问他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 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袁隆平坚定地回了四个字 不可能了 有网友说 这句不可能了 是他为国家写下的最美情书 请记住 我们只占世界耕地面积7% 却养活了世界20%人口 一周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道浪滚滚 道花飘香 我们永远怀念袁老 为国一生 敬意永存 袁老 我们今天有在好好吃饭 您看见了吗 喜欢吗 是吧 都有